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国家京剧院小生演员江骑虎 我在剧中演《周瑜》 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展示夜派艺术小生行当的文物兼备的这样一个角色 特色就是要演出他这个人物的个性 而且要用咱们夜派小生的技术技巧 我们所说的行对书的叫四公五法 来展示人物 展示他的性格才能达到鲜活 周瑜为什么要演出他的气势 他是年轻的统帅 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要讲究身份 而且要演出他具有计谋 但是他心胸又不是这么开阔 又比较狭隘 刘备当然是他把他宽过将来 是吧 把他要控制在这 想跟这个荆州唾手可得 其实最后弄巧沉着 太后做主 把郡主许配刘备了 随着实在的发展 随着大家审美情绪的进步 其实作为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走进剧场来欣赏京剧 其实是很时尚的一件事 大家都看好莱坞 我们本民族的东西 更应该去热爱他 其实是非常有面子的事 我特别的赞同 而且大力的支持 因为从网络来传播京剧艺术 是一个用先进的手段来传播 其实它的影响力会更大 但是你要真正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还是应该走进剧场 轻深的去感受台上台下的互动 观众给演员叫好 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参与进去的 你比方说角儿出来了 要碰头好 梅大师出来了 唱的最带劲的时候 这叫满堂彩 好 这剧场的互动很热烈 台下很热烈 不过来 台上的演员 演得更带劲